王源即将超越王俊凯之际,王俊凯抱上了湖南卫视这个大腿。 2015年的全员加速中,TFBOYS以常驻嘉宾的身份整体加盟,2015年的偶像来了,TFBOYS以飞行嘉宾的方式整体加盟。 2017年,王俊凯以飞行嘉宾的方式加盟《我想和你唱第二季》,除了快乐大本营和跨年晚会,王俊凯参加的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,就这么多了。 而易阳千玺参加过《天天向上》,《夏日甜心》,《亲爱的客栈》,王源参加过《我想和你唱》,《生临其境》。 为什么我要单独拿湖南卫视来说呢?因为湖南卫视是有卫视粉的。 打个比方,浙江卫视综艺节目的粉丝基本上都是明星的粉丝,等节目一结束,他们就不看浙江卫视了,而湖南卫视的粉丝,会看湖南卫视推出的每一个综艺节目。 知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,湖南卫视是第一造星卫视,不管是我是歌手还是爸爸去哪儿,还是其他节目,都很容易让参与嘉宾一页成名。 王俊凯参加两季的高能少年团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多粉丝,反而被传出了耍大牌的负面新闻。 王源则因为参加了《生临其境》,《我想和你唱》,粉丝已经快追上王俊凯了。 还好,王俊凯工作室正顿之后,终于重整旗鼓放了一个大招,接下了湖南卫视中餐拼二。 日前,王俊凯已经飞往法国录制了。 王俊凯终于抓住了甩开王源和易阳迁徙的机会,之前已经错过了向往的生活二,这次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了。 湖南卫视综艺节目的收视率不一定有浙江卫视综艺节目的高,但是口碑一直不错,所以相信王俊凯会越来越好。